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22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1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在218.90 收盘价是在218.85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20.48 最低价是在215.72 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5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4732.90万股 叫前一个交易日是略有量缩 开低值 快线 双线是继续下行 快线的方向转折向下 那么开口增大 那这样的信息啊 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啊 开始增强 MACD 双线是继续下行 开口略有缩小 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叫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空头趋势 那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这个慢线已经下穿了零轴 通常啊 MACD的快线和慢线都在零轴的下方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股价正式进入了空头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10月21日生成的这根K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它所处的位置呢 是在股价下跌后的横盘中 那当日的这根K线啊 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 然后开盘之后股价即下行 也就是下跌到216附近是遇到了支撑 然后呢股价出在盘中出现了迅速反弹啊 上方是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 那接下来呢股价在盘中一直是震荡下行 最后呢在尾盘的时候呢 股价是被拉升 收盘价在开盘价的附近 那当日的这根K线 它的收盘价呢 不仅在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同时呢也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 通常啊出现这样一根下跌的K线 都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下行 也就是这是股价下行的信号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K线的线形 在10月21日生成的这根K线啊 是一根蜻蜓线 那蜻蜓线呢 我们曾经多次说过 它是变盘的信号K线 那我们会看到这根蜻蜓线的位置啊 它是在继前一个交易日出现 寒长上影线的直涨的信号K线之后 然后呢又出现了一根寒长下影线的 也就是这根蜻蜓线又出现了一根止跌的信号K线 那通过这两根K线 我们会看到股价现在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或者反弹的过程当中有压力 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呢 下方是有支撑的 也就是说这两根K线又生成了一个 我们说它们的最高是在222 它们的最低是在215 又生成了一个叫做压力和支撑 对 好 那么这根下跌的K线呢 同时还有一个信息 就是收盘价在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那我们刚刚说了 这是通常是下跌的信号 所以啊 我们说股价在反弹遇到压力 在下跌遇到支撑之后 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 我们认为股价上行和下行 它的两个标志位仍然是224和214 也就是这两个位置啊 依然是股价目前要突破的位置 好 那么这是我们对这根K线信息的解读 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10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 收盘价会在221附近是在这个位置 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 也就是或者出现下行 收盘价在218附近 实际在10月21日收盘价是在218.85 那么股价是出现了横盘向下 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 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 同时性质也是相同的 也就是都在前一日K线最低的下方 那同时呢 在盘中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 就是上方是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 下方是在216附近遇到了支撑 好 那么现在呢 出现了这样一根止跌的信号K线 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上行 对于10月22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不变 是251 虽然这个目标离我们现在的股价是有一定的距离 但是它仍然是股价 我们说反弹的一个也就是第一个目标 因为这个目标被突破将会瓦解自9月30日以来建立的这个空投趋势 那么在到达251之前 首先股价要有一个反弹的走势 然后呢 才能够出现上涨 那么反弹的标志现在就是上方要站上224 也就是股价在反弹的过程当中能够站上224 才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 然后呢 再突破20均线值 然后才能够有机会去测试251 所以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重要标志就是224 当然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好 那么251被站上之后呢 第二个目标就是265 然后就是271 好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 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 也仍然是 还是203 那在到达203之前啊 目前214是重要标志 同时还有一个支撑位就是9月6日这根红K的最低210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目标 那么 203如果被突破呢 那么我们说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下方的182 203啊 这个位置如果被突破将会瓦解自8月6日以来的多头趋势 对 所以这个目标一旦被突破 那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82 然后是下方的168是在这个位置 好 那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 10月22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 好 那么之前我们的观察位我们给出的是前面这根直涨信号K线的最低 是在219附近 那么到了10月22日我们要关注的是 这根青亭线的最高 也就是在220.5附近 我们会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会看到我们给出的这个观察位 在10月21日盘中啊 股价在冲高回落之后 一直在盘中是在219下方运行 因此是收在了低位啊 好 那么我们上一这条水平线到220.5这个位置 好 那么 为什么要关注这根 呃 K线的最高 呃 通常出现止跌的信号K线之后啊 而且呃 当日在盘中我们看一下分时图 当日在盘中尾盘呢 我们会看到股价是被呃强势的拉升 然后拉回到了这个收盘价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说尾盘的拉升啊 然后又是一个止跌的信号K线 那么我们不排除在接下来个交易日 股价会呃出现反弹 那出现反弹呢 在10月22日重要的标志就是这根青亭线的最高 如果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的盘中 能够在青亭线最高上方运行 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呃强势的一反弹 并且有五日均线值作为支撑 然后股价很有可能会测呃去回补一份一部分缺口 但是如果股价是一个低开盘 然后在220.5附近遇到了压力 尤其是五日均线值这个地方遇到压力 那么股价也很有可能呃出现下限 或者出继续在这个地方出现低位的横盘 好那这是我们关注220.5的呃原因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目前呃我们没有多头的仓位 那在10月21日收盘价在218.85附近 在这个位置多头是不可以进场强反弹 或者是做多的 虽然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K线 但是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五日均线值的下方 并且跌破了前一日K线的最低 所以这根K线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进场的 嗯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 空头目前要守的目标 要守的位置就是224 嗯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 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个阶梯的下跌呢 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03 我们补充说一下就是连续几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都是红K 然后是在一个横盘的走势当中 呃并且成交量一直呈现的是亮缩 所以呢呃日后股价在近几个交易日啊会选择方向 但通常这样的一个横盘的红K呃我们认为呃股价很有可能会呃出现一个呃大幅的下跌 对呃呃但是但是在出现大幅的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呃看日后新生成的K线的现行 对于目前这样的一个呃走势来说呃根据我们对于呃特斯拉股价呃多年来的关注 呃就是如果股价现在要出现反弹也必须要有一个下沉 也就是要出现一个比呃214更低的低点之后 然后呢再到达203或者我们认为会在210附近这个地方遇到一个支撑 然后呢股价呃才会有一个呃强势的反弹 对所以呃现在我们认为股价一旦有小幅的反弹可能会呃反转向下去测试203 但是如果有一个呃直接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 如果在210到203之间遇到支撑 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强势上涨的好 这是我们补充说明的呃我们的个人观点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10月22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五日均线值是从219到221之间 也就是在呃到前高呃这个区域 那么第二个压力位是224 第三个压力位是228 第四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20均线值在237到238之间在这个区域 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216 第二个支撑是214 第三个支撑是210 第四个支撑是203 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10月2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呃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 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19 上方最高会到达221.5 收盘价会收在221附近 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27 在这个位置 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25附近 嗯 那么出现这样反弹 我们给了两个收盘价的点位 一个是小幅的反弹 一个是大幅的反弹 那出现这样反弹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 并且在盘中啊 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19的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 好那第二个可能呢 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 如果是这样 它将是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19 最低下方会到达214 在这个位置 对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15附近 对 好 那么出现这样下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 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19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 好 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22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